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系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2月22日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台湾市暗和国中推动音乐艺术教育 多年前争取的音乐馆即将要完工 但相关的软硬体设备经费却仍然短缺 日前立法委员张辽万间 邀及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进行考察 成功争取中央补助2800多万元 期盼在中央与地方资源的益柱之下 逐渐转型为台中市第一所艺术完全中学 教育部官员专心的听着简报 希望让孩童们有更好的展演空间 台中市的安和国中专业音乐馆即将完工 但相关的软硬体设备经费却仍短缺 日前立法委员张辽万间就邀及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进行考察 一年来很多方面都非常关心 我们经过协调之后 他的演奏厅的装修 还有户外景观的设计 还有包括他的LED电子墙等等 有六项工程 大概初步有2800万 那经过协调 中央跟地方各出一半 2800万 那我们赶快 接在明年一月工程完成之后 能够进行装修工程 经过沟通之后 成功争取到中央补助后续短缺的软体设备 及装修费用2800多万元 成功补足音乐厅内的座椅及舞台设备 期盼能够在中央与地方资源的益柱下 逐渐转型为台中市第一所艺术完全中学 它现阶段的话 只是外科已经建设好了 那内部的装修大概限缺2000多万 大概2800万左右 那今天也成盟教育部的话 可以补助50%的额度 那市府的话负担50% 所以这些工程建设 这个装修完成之后 对学生的音乐的学习展演 跟台中市美感教育的推动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注意 所以安和国中 这次也视察了南屯国校 中山国中等五所学校 并争取学校建设补助款经费 希望能够充实孩童阅读教育 及艺术学习空间 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江中环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